阿底霞尊者去向荆州大师求法 就在印尼湛碑 苏门达腊 湛碑是不是在苏门达腊 对啊 那里就叫荆州 你古代的时候就叫荆州 阿底霞尊者从天驻印度 坐船坐十二个月 到了西门达腊的湛碑 去向荆州大师求法 最重要的法是发菩提心 这个荆州大师教阿底霞尊者 最重要的法是发菩提心 七种发菩提心的方法 坐船坐十二个月 才从印度到狮子国 就斯里兰卡 从斯里兰卡到苏门达腊 一共有十二个月之久 然后又等了十二个月 荆州大师才见他 然后再传给他发菩提心的法 其中有一样 就是自他复犯法 自己跟别人互相交换的方法 有时候啊 你看到病人 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病人 但是你要用你的自他复犯法 我就是那个病人的时候 你希望得到什么 这样子你能够发起菩提心 自他复犯法 就是说看到别人苦 你自己就苦 看到别人病 你自己就病 看到别人长障 你就自己变成长障 这样才能够发起菩提心 看到别人 这个非常的恨你 误骂你 你要为他想 为什么他会恨你 为什么他会误骂你 如果理由是正当的 我们就心甘情愿 应该的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方法 有一个自他复犯 你自己常常去想 那个受在痛苦中的人 所以我问姚泽金母 你说地水火轰都会到 那地震呢 但是一问我就知道是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如果是哪里有了地震 那里的灾情惨重 你在这边看电视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还希望有地震 你换成那个地震那边的人 你心里怎么想 所以这个样子 才能够发起菩提心 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的 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 他因为知道地义是最苦的 那地藏王菩萨 宁可去到最苦的地方 四圣六道 六道众生 以地义为最苦 那地藏菩萨 宁可处在地义 救度地义跟六道的众生 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就是 他本身就是有最大的菩提心 对一个菩萨 就是地藏菩萨 我们要学习自他复犯法 自他复犯 别人为什么那么恨我 预定我做错了什么 或者我讲错了什么 或者对不起他什么 这个时候你要为他想 自然不会产生 互相憎恨的那一种性 就不会有互相憎恨那一种性 他没有办法了解你 那你也没有办法让他了解你 那你只好自己修忏悔法 希望能够解除彼此之间的 怨敌跟怨恨那一种解除的方法 要自己先忏悔 免得自己造了业 或者是他人造了业 也要为他人忏悔 也要为自己忏悔 这个叫做自他复犯法 我们修行的人 只能够花菩提心 不能去恨哪一个人 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有大爱的精神 去爱所有的众生 不管他对你怎么样子恨 你都必须要 花菩提心去慈悲他 这个才是修行人 或者说你跟世俗人有什么不同 佛菩萨因为花菩提心 才成为佛跟菩萨 才能够证果 没有菩提心 是证不了果的 所以秘教有几个很重要的 三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出离心 离开六道的心 而去证果 叫做出离心 一个就是菩提心 慈悲六道众生的心 就是菩提心 一个就是中观正见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阿底霞尊者 他到了这个苏门达腊 去求法 在詹逼向荆州大师求法 荆州大师教给他的 就是花菩提心 最重要的一个法 那么出离心呢 因为出离心也很重要 出了家的 现在李光头出家的 大部分都专注于修行 如果不专注于修行 还是这个假的比丘跟假的比丘 你有出离心 就是要寻求上求佛果 下化众生 这个是出离心 出家是出离心 你还跟世俗人一样 我出了家 一样的 贪 惩 汁 无名 什么都有 那个出离心就是很少 阿底辖尊哲本来是不出家的 他不想出家 是因为啊 这个有一次啊 他在禅定里面 他去参加这个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受供养 那么很多的大比丘都受供 阿底辖尊哲也计 释迦摩尼佛看到阿底辖尊哲 他就对着很多大比丘讲 那个人是谁啊 他还贪着世间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还不出家 所以阿底辖尊哲就很惭愧 头低低 头低低的很惭愧 我现在是讲阿底辖尊哲 他这个禅定以后醒过来说 对啊 自己为什么不出家呢 他又一次禅定 弥勒菩萨在办法会 办很大的法会 弥勒菩萨办很大的法会 哇 上面摆了这个 这个十几个大法座 像这样子的法座 一直伸延出去 弥勒菩萨坐中间坐法 旁边呢 很多的大比丘 坐在上面 其中还有一个空位 这阿底辖尊哲一看 我佛学知识很高 我就去慢慢的走过去 那个那样法座 大法座 慢慢的爬上去 要去坐 弥勒菩萨说 你是谁啊 这个法座啊 大法座 只能够出离心众 出家的大比丘坐的 你在家机事怎么可以坐 哇 那阿底辖尊哲一听 面孔就红起来 从法座上爬下来 赶快溜走 就醒过来 所以他经过几次的刺激以后 他觉得出离心很重要 那这个法福离心很重要 这两个地藏王菩萨都做到 地藏王菩萨是所有菩萨当中 他献僧文像 就是比丘像 然后他也出离心很重 也菩提心非常的 他的厌望 发菩提心是最重的 所以他处在第一 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精神 我不是叫你们说 你们有头发就贪心很重 不是啦 不是这样子啦 因为毕竟来讲 你们也是在修行 就是修行就是有出离心 修行者就是有出离心 然后你要爱众生 有大爱的精神 那个就是菩提心 不分彼此 不要分别彼此 因为你分别了彼此 你就产生不了大爱的这个菩提心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众生 今天因为修地藏菩萨 所以讲一下这个菩提心 跟这个出离心 跟这个出离心 其实师尊也不是叫所有的人全部通通通出家 因为你有缘 有缘分出家的你就出家 没有缘分出家的 你在家一样可以修行 一样可以成佛 但是只要这个贪恋不要太重 贪心啊 贪啊 惩啊 知啊 无明啊 不要太重 不要随便耳朵听人家讲什么话 你就相信 这一点你自己要有 自己有主张 自己要有主张 听人家讲那些这个 是是非非啊 或诽谤的话啊 或者不是东家长啊 李家短啊 天天在那边搞一些是非啊 没意思啊 没有意思的 所以可业也很重要 不要造可业 你如果造可业 你对一个圣贤 本来他是圣贤 你诽谤他 你就造了很重的可业了 他如果不是圣贤 你也不应该造可业啊 何必讲得到 让天下人都知道呢 对不对 让天下人都知道 你如果那个人不是这样子 不是真的这么十分的可恶 你把他讲成 他只有一分的恶 你把他讲成十分的恶 那你就造了九分的可业啊 所以有时候啊 你没有看到的 你没有听到的 或者是说你听到的 随便人家谣言什么 你就相信 也是不好 然后你再传播出去 又更不好了 所以我希望 大家深口意 深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嘴巴 你的意念 都要清净 密教就是要教你 深口意清净 因为深口意清净 才能够成佛